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883平方米地坏 包括以下工程 1号铁皮屋 面积约12平方米 约3米高 2号铁皮屋 面积约35平方米 约5.5米高 3号钻墙房 铁屋顶 面积约20平方米 约2.5米高 1栋2米以上高 面积约15平方米的零食房屋 建材买卖 1个零食帐篷 面积约10平方米 保卫客对面 正受后的卷目土地转交给土地发展中心管理 按照计划 2022年12月7日上午8点30分 赞与未必收地的各个相关部门将到未必现场集合 9点开始执行 直到任务完成 庆政区人民委员会指派任正房人民委员会主持 将同执法委员会成员及有关单位 继续与41号核内住宅开发与投资股份公司 根据核内市人民委员会 2019年9月3日的第4714QD人民委员会号决定 进行宣传 说服 对话等工作 一较青春圈 梁夏路的第11.4号地坏 如果41号核内住宅开发与投资股份公司 提出一较场地 自然资源与环境部代表本郡人民委员会 接受并立即制作一较场地的会议记录 而无序等待到未必征收日 郡土地基金发展中心 作为郡人民委员会的赞谋者集合者 将至委员会的建议和综合 并与任正房人民委员会和41号核内住宅开发与投资股份公司 协调 宣传 鼓励和说服 并顿促各机构和执行单位 复制计划中分配的任务 郡仲郡警察制定保护计划 并向市警察局报告 确保在胁迫之前 期间和滞后的人员和财产绝对安全 郡人民委员会还指派郡仲郡电力 在组织执法前 安排人对土地使用者 被强制正地的区域进行 勘测 断电 禁礼和收回土地 确保执法过程中的用电安全 本身而言 PWACO股份公司进行检查和调查 以针对被迫收回土地的土地使用者进行断水 九星期也已经结束了 今天的普通假经营新闻 请慢我们的影片 按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平台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一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